问你个问题啊 什么东西张开大 闭上小 白天用的多 晚上用的少 不知道 你再好好想想 可以帮我洗一下吗 你知道洗什么吗 那就是喜欢我呀 你愿意吗 说小姨子常住姐姐家 姐姐呢 每天晚上上夜班 有一天晚上 这姐夫呀 就拿起手机来 摇一摇撩闷 聊到一个妹子 两个人正聊的火热 然后呢 她姐夫就说了 哎 美女 我请你吃个饭呗 然后随后再唱唱歌 这美女就说了 你老婆发现了 那行吗 她姐夫就说了 没事 我老婆呀 每天都上夜班 不回家 这女人就说了 说那行 那来吧 说我去哪找你啊 说我就在隔壁呀 为什么结婚后 都不喜欢接吻了 本都下来了 谁还看个瘟一呀 结婚两年了 你这肚子怎么没动静啊 你是不是不能生啊 我能生 我跟前男友在一起 我就怀过 是你不能生了吧 那我更不可能了 我前女友给我怀过两次了 我能确保怀的是我自己的 你前女友 怀的可不一定是你的 你先别去睡 你说清楚 媳妇 你爸他妈都来了 咱们家也住不下呀 要不我去隔壁王哥家住吧 王哥家 你还别去他家住了 他家那床可硬的 躺那时一晚上 第二天腰都疼 你还是去刘哥家吧 刘哥家那床 可暖出来 忽伤忽伤的 他家床出来 去他家 是吗 那我去刘哥家住去了 你去他家住 行 我这也去 你们说什么时候 最适合干坏事呢 要我说呀 就是中午 中午干坏事 是最好的时候 因为有句古话说的好 早晚你会被人发现 知道为什么男人 都喜欢别人家的女人吗 嗯 这就好比你带孩子去玩具店 他不想走是一个道理 因为他没玩过的 他不想 姐夫 咋的了 求你个事吧 啥事啊 能陪我去鸡场接个人吗 我不去让我睡一觉 这一天 求你半点事 还得陪你睡一觉 哎你干嘛呀 你不说让我陪你睡一觉吗 我说让我自己睡一觉 你干嘛 你干嘛 咋也不是 出去 还玩呢 媳妇走 咋了 你四舅住院了 咋强的 你四舅你还不知道吗 没啥事就愿意东勇 游着游着 扩擦油没了 你说你倒是上岸呢 你狗袍是上岸也行 他来个洋勇 那咋勇不行啊 能上岸就行呗 是 没等上岸呢 来个鱼鹰 干嘛 一下子 咬掉了 啥也咬掉了 哎呀别说了 快走吧 对了 忘了告诉你 一会儿到了 先别叫四舅了 别往他伤口撒严了 你别笑 老公你看 你看 看我的手 你手怎么了 手头有点紧 哦 你看我的嘴 咋了 你吹咋了 我死猫都没有 哎呦 在中国有人说 有一个地方 永远不会倒闭 你知道是哪里吗 有人说是医院 有人说是银行 有人说是保险公司 你觉得是哪里呢 老铁们 知道的老铁评论一下 西娃 你见过王八摇头吗 哎小姨 我问你件事啊 什么东西 十年来从没涨过价啊 啊 茶票 三哥 你有乳名吗 乳名 就是吃奶的时候 写的名字 吃奶的时候叫的名 对呀 咋没有呢 但是我不太好意思说 那你就说呗 他们都管我叫死鬼 哎呦我的妈 哎呦我的妈 我就想问你一句 你不爱我 当初 为什么要来招惹我 明天咱俩去离婚啊 咋的啦 别人生孩子都要九个月 你却用了三个月 你自己咋用不知道吗 不是 你听我跟你说 你说咱俩结婚之前 出了多长时间 三个月啊 对呀 三个月 那我跟你出了多长时间 不也三个月吗 三个月 再加三个月 再加三个月 几个月 九 九个月啊 那你跟我在这握啥 啊 哦 也是啊 媳妇 九个月 还有什么 哈哈哈哈 赶紧给我做饭 行 媳妇我给你做饭去啊 瞎了你 好嘞 今天晚上我去你家睡啊 我老婆不在家 然后顺便陪陪你 然后再给你喝两杯 你跟谁打电话呢 没谁 哎不是我这还没走呢 你跟谁打电话呢 真没谁啊 哎 你 喂 你勾引谁老公呢 我告诉你 你再打电话过来 我就找你家去 这是你爸 是你爸 哎呦 你妈 哈哈哈哈 你相信吗 一个六十岁的小老太太 同时交往十几个男友 而且每天还带着不同的男友回家 竟然没撞过车 在江西有着一个老刘太太 她就是这样一个潇洒人物啊 这老刘太太他们家父亲的人呢 对这个老刘太太的说法就是 哎 反正名声不太好 就说这老刘太太呀 她打着再婚的皇子 招摇撞骗呢 同一时间辗转在十几个男人之间生活 呃 这些呢 都是五十岁到八十岁之间的小老头啊 啊 跟他们就说今天我做生意啊 明天就说我买首饰啊 借点钱吧 就把这钱糊弄到手了 这老刘太太搜她就撩了 一杆子撩没影了 说为啥一个六十岁的女人 她还有这么大的魅力呢 据了解呀 这老刘太太呀 她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手段 呃 她对那些家境一般的 或者说条件不打地的哈 她就是呢 点到为止 哎 逗了点就得 整个三千两千的就拉倒 有一个受害者姓蔡 老蔡头啊 这老刘太太从他那呢 就骗了三千块钱 老蔡头一瞅着不对劲啊 完颜就撤了 就捡着了 要是老刘太太碰着那收入稳定的 有点积蓄的 就那小老头跟你说哈 那可就得了 这老刘太太那是使出千方百计啊 使出浑身解数啊 让老头乐 让老头欢心 那哄的是团团转呢 往那老头乐喝的 把这钱就给掏出来了 说有着一个上当的老王头啊 人家呢就挺明智 但是明智归明智啊